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的人生tip 一直努力就会成功 努力 永远是正在进行时 这话别人说 我会觉得空洞 毒鸡汤 是王一博说的话 说真的 有点震撼 我觉得这大概是 小笨蛋的成功法则 王一博 是真的对自己够狠 用实际行动 让人相信了这句话实现的可能性 他的行动力 真的将这句话付诸实践 努力对他来讲 永远是正在进行时 为拍古装剧瘦成100斤左右 一天只吃一顿 连续熬大夜 通宵高强度彩排街舞 每次舞台都不一样 挑战水舞台 威亚舞台内鱼从他开始 练习滑板 153次起跳 为了一个20分钟的剧 把自己剃成短发 短时间增机 半夜三点收工 早上五点多到现场继续拍摄 每年365天 他的每天在干什么 在网上仔细搜寻 甚至能罗列出来 魔鬼形成 说到做到 眼线为实的 靠努力争取一切 即使反复经历生活的毒打 坚定的谁也不靠 只靠自己 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的励志故事 王一博会告诉你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 王一博之所以会说 一直努力就会成功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眼中的成功 是根据自己的标准 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一定要赢 很多人 一直在向前奔跑 可能终其一生不能的偿所愿 但是 会在不断的努力 咬牙坚持中 活成想要的自己的样子 王一博 一个自律拼命 且活得积极向上的人 他就是 赌信自由要靠自律获得的 那种精神强悍的人 他有 现代社会成年人 难以保持的心态 有很多人喜欢他 虽然也狂热 但如果只停留在浅显的表层 没有更深入了解 知道他是怎样由内而外优秀的人 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